韦蘭這晚為一個歌唱比賽擔任嘉賓 出道前同樣有參賽過的Janice 就說這晚見到一群年輕人 都好像見到當年的自己 又說很開心 現在有這麼多比賽給大家累積經驗 Janice這麼唱得 相信當時的她一定拿到冠軍了 我想起我小時候有參加歌唱比賽 是輸了的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繼續追求我的夢想 還有找到台上的經驗 然後覺得這些機會就來了 所以我也有跟那些參賽者說 就算輸了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繼續追求你的夢 我自己的歌詞 無端監視讚有 你願意考一考驗 若然正你從心中走到冷靜 三四天到我買滿意 Toni剛剛開始無奈 Janice就說有計劃今年進修 希望抽到時間 飛到美國改進歌唱技巧 除此之外她還說有意嘗試拍戲 話說早前Janice就入場支持好姐妹黃軍廷的新戲 不知道是不是看完多了戲人呢 我覺得很棒 我自己也有跟她一起去看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我也覺得她的表現很出色 你自己也想參與嗎 其實也想的 如果有機會 我實在說如果有對的劇本 我就會想嘗試拍戲 其實什麼類型都喜歡 我都挺喜歡玩一些 很不像我那些類型的角色 可能是一些變態妹的角色 還是笑片或者Romantic都很棒 Janice推出的新典 當中就有一張性感照 身形feet到漏 令人相當驚喜 不過Janice就說過年之後 體型稍微有點不同了 一點點 因為可能最近不是太多演出 還有剛剛新年 吃多一點點膏而已 這樣OK的 我這個老闆會保持健康 還有我喜歡我的人 也不介意我肥靈手